我 我的屁股 醒了 看你这个表情 很疼吗 别碰我 明明知道自己的能力 会不会疼不疼 你试试疼不疼 能力啊 听音会的嘛 再夸我 夸你大爷 滚你压的 好了 让我看看 我给你上头愈合一下 你还笑 不要给你治 走开 走开 怕什么 都说了不 好吗 下手轻一点 隔着衣服也可以吗 你的意思 是还想让我脱了你裤子不成 少县陈 你是在暗示我 去你大爷的 别摸小爷的屁股 骨气 你压着小爷干什么 混蛋 快起来 好了 我去收拾一下东西 小爷 小爷 你要走了 你要走了 是不是 你先换衣服 吃完饭 随我去山下走走 你先换衣服 吃完饭 随我去山下走走 明天就要离开了吗 明天就要离开了吗 少县陈 我 是不是还欠你四个愿望 你记得呀 没关系的 回来再还 我能不能现在就还 为什么 因为 我不会再回来了 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不回来了 是不是我太 听我说 我现在 混合一年完整 功法也恢复了 我必须去鬼魔界 那里是唯一可以助我报仇的地方 那你成功了 不能回来吗 何师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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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有把握能活下来 我又把握活着胜利 只不过 我再也不能出入人间了 如果我再回到人间 三姐不甘心 再挑起战斗 会牵连这里的百姓 最主要的是 你会无辜受伤啊 那如果 我去找你呢 你愿真的 嗯 如果你能找到 适合你的功法 也许可以的 这条小溪有很强的意见息息 也许可以让你回到你的时代 少千千 至于选择哪种生活 就是你的决定了 是个人的 这是你的这一段 就是没有 就是这里了 我是不是 应该说保重啊 就算笑不出来 也不要给我那样一个表情啊 就是这里了 你看出来了 古七 我要是一定想留住你呢 我知道 我没有那么大的能力 十年 我等你十年 什么十年 我要等三界自动找我 这期间会有至少十年的时间 这十年 你可以选择去找回去的路 也可以很辛苦地去修炼 适合自己的工法 不管你学了哪条路 我都会等你 十年以后的回复 我肯定会 你想好了 回去的路很有可能找得到 可是十年的时间 你几乎不可能 修到那么高的层次 小悠我没有那么笨 古七 兑现我一个愿望吧 我不可能不走的 我知道 我是想说 等我十年后的今天去找你 不管你是什么身份 可不可以亲自来接我 少先生 你真是个奇怪的人 我不应该有感情的 更不应该干涉你 我真的很喜欢你 所以 我会拼尽所有力气去找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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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嗎 若起 你自私 動情 十年後的今天 我會看到你嗎 我怎麼在這裡睡著了 都這麼晚了 是誰 我去 這哪來的老大爺 小孩 我不會傷害你的 你扯淡 不傷害我幹嘛還出手啊 小孩 你有特殊的魂系體質 而且 筋骨又是十世仙人的轉世 本老很喜歡 十世仙人轉世 老爺爺 扯的你 這年代真有這種騙子 不會給我個什麼如來神掌的書吧 這小孩 怎麼不信呢 你是沒有合適的功法修煉 要說小爺為徒是吧 我還不稀罕呢 鬆手 鬆手 本老雖沒什麼名號 但是小孩 我保證能讓你的潛能全被激發了 如何 敬如魔戒 不費吹灰之力 我靠 這老頭 該不會是聽到我們的談話了吧 這也太久了 一直在埋伏 這麼荒涼的地方 骨氣也沒有發現他 算了 信他吧 反正也沒有什麼辦法 我叫 邵千神 老頭 你不要騙小爺啊 本老 從不騙人 沒有名號嗎 本老沒什麼名號 就叫你無名老頭好了 也好 咦 小孩 你怎麼不敗事磕頭啊 又不是小爺求你教 幹嘛要磕頭 小爺這輩子都不會輕易磕頭的 再說 又不給壓碎錢 有傲骨 憑這個 本老交定你了 傲骨你妹啊 就不是騙子吧 我那個時代 和我一樣大的 豈不都是傲骨少年了嗎 哈哈哈哈 隨便拿走吧 我靠 老婆 被帶給你 就這樣 邵千尘 被那個無名老頭 帶走了 苦苦磨練了將近十年 呃 不過 那老頭真的不是騙子 非但不是騙子 反而 是個高人 師父 您在想什麼啊 哈哈哈哈 本老 準備把最後的功法 都傳給你 包括氣息 師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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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 您怎麼啦 我知道 如果一個人要這樣做 一定是 本老 也沒什麼可以給你的了 仙臣啊 你真是個神才 短短十年不當我 可是 師父您老了許多 師父 混蛋孩子 你在罵我是嗎 哈哈 我已經快千歲了 過了今天 你就給本老走人 不許說不 師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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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啊 本老 也算是沒有遺憾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了 雷子 你該走了 唉 要不是那 容魂靈的消息 我真找不到 這麼好的徒弟了 哈哈哈哈 了無遺憾了呀 無明老頭把自己的氣息 和所有功法 都給了少千尘 然後 憑著最後一息功法 二話不說 就把少千尘 送到了那個 荒郊野外 接下來 我就要找入口了吧 姑妻 你真的會親自來接我嗎 親自來 親自來 他的 鬼尊 有个其他种族的人 进了我们见 告诉我做什么 不应该告诉尊老吗 尊老说 那是人界的 你是从人界回来的 应该和你有关 和我有什么关系 我来这儿多久了 已经十年了 已经十年了 那人在哪里 姐姐的通道 鬼尊 人呢 哇靠 这什么鬼地方 我是不是走错了 这也太不人性了吧 也没有个灯 连个蜡烛都不给 谁 古今 少仙臣 你 你居然进来了 受你功法的 是个无名老头 无名老头 是不是有些脾气 头发画白一半 你知道 看来老头没有告诉他 好了 先松开我 那是你们人界的尊老 看来你的潜能 全被激发出来了 他说我是什么 实事先人转世 所以现在 我能打得过你吗 你辛苦十年 就是为了打过我吗 我是想说 要是能打得过 我不会让你打得过我的 还是打消 这个幼稚的念头吧 喂 刚见面就这么说我 是你自己挑起的话题 古今 你怎么一点都 不高兴的样子 不想接到我吗 还是十年太久了 陌生了 古今 你就一点都不 先跟我进去 你怎么这么冷漠 记不记得 我和你说过 我本不应该有感情 所以呢 你就只是为了 当时那个冤枉的对见 才来接我 跟我进来 鬼尊殿下 尊老让您去见他 好 您下去吧 是 想得告退 在尊老没有知道 你和我的关系之前 我不能表现太多情绪 你说的热情 在我理解 就是一见到你 就把你扔到床上吧 古 先别说话 我带你去见尊老 我带你去见尊老 我带你去 我带你去 武器知道尊老是在探测 受险者 但是他也知道 要是真的被打中了 定是 撞到床上 尊老 可以了吧 别担心 小豪 你赢了 你就是尊老 怎么是个女人 还这么年轻 谁说尊老 不能是女人 你是少千尘 对吧 古七和你说过我 他能挂在嘴边的朋友不独 除了白元和 就是你 又是白元和 我和那个不灵人 不一样 我知道你和古七的关系 你手腕上骷髅头的颜色 已经很明显了 什么时候变红的 秦丝的颜色 是红的 尊老 我是东秦了 愿意接受处置 古七 古七啊 我没有定过什么规定 再说 处置了你 这个小孩 也不好对付的 领他去你那里吧 你母亲的事 也该解决了 是 少千尘 现在可以随意了 你是怕尊者处置你 七年到我吗 跟我走吧 五年 五年过后 三族带了千军万马 在鬼魔族的结界外 缓缓围住 一场混战 开始了 这场战斗 不仅仅属于古七一个人 更是鬼魔族和三族决斗的沙场 风烟四起 战魂五霄 就这样苦战了半天 三族因财费和兵力损失正多 不得不投降起 灵族的信任灵尊主 在古七的要求下 给了他母亲最好的地位 并重新厚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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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七 你来了 怎么不睡 你不睡 我也睡不着 来喝点吧 这酒 是有从你走的第二天酿的 已经十多年了 很不错 古七 有件事 我一直想问你 我就知道 问吧 你和白渊河 是怎么认识的 你们俩 不应该是敌人吗 那时候 我被雪姬打伤 正好碰到白渊河 他没有趁火大劫 保护我逃走了 以后就败了兄弟 可你之前发现 他来过的时候 很激动烦躁啊 那是因为一场变故 白渊河 这就是你给我的承诺 不是我说的 估计 我们是兄弟 我不可能做这种事的 你相信 够了 我们祖师 就你一个不离人亲戳 现在 不离人竟然杀了进来 你要我怎么相信你 我 真的不是我 虽然我在这里被排斥 但他们也是我的族人 你知道看着自己族人 被活生生剥去混合的死状 有多么悲痛吗 白渊河 我不怪你 我怪自己 怎么就忘了你是个捕铃人呢 骨气 我真的没 大家看看 咱们的孽种 还在跟这位捕铃人 通报我们的消息呢 我就说孽种 心狠手烂 怎么样 那现在证据确凿 孽种 跟我走吧 我自己会走 孽气 勾结补灵祖 出卖族系 我们灵祖此次 若不是血迹带人阻挡吉时 便是灭顶之灾 孽气 你罪当妄法 还有何话要说 孽气 孽气无眼便捷 念你是灵尊主的子戏 还你万云 带走 怎么样啊 兄长 这牢房待遇不错吧 既然你也快死了 既然你也快死了 那我就实话实说吧 族里面的事情 是我告诉捕铃族的 而且 告诉的 是他们的尊老哦 什么 你为什么这么做 哎呀 真是个可怜的孩子呢 母亲死了 父亲 也不喜欢你呢 你什么意思 是父皇 啊 不 我应该说 是灵尊主 他知道你和那个捕铃人 关系很好 哦 是叫白淵河 对不对 灵尊主 让我去给捕铃族透信 正好可以嫁祸在你身上 这样一来 灵尊主不但维护了自己大公无私的形象 又能够除掉你这个让他蒙羞的孽种 你说 他可是我们的亲生父亲呢 怎么就对你 这么恨呢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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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看来父王说的对 你果然怀疑了那个白淵河 还把他赶走了 这下 你得怎么办呢 哈哈 哎呀 天色不早啦 好好享受你最后一个夜晚吧 啊 永别了 我的兄长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父亲居然这么狠 那你怎么逃出来的 我那晚因为伤得太重 混了过去 醒来的时候 就在这山上 手里被放了白淵河独有的瓶子 里面是药丹 直到那次灯会上 才见过他 所以你才会被追杀 好了 就到此为止吧 邵天辰 你那个时代 是什么样的 和这里完全不同 你不是也看过吗 再过十天 我就能在时代的裂缝里找到路了 带我去看看吧 什 什么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我骗过你吗 但我们只有十天的时间 除非我们不再回来 回不回去 我都跟着你 我还想把你扔在那里呢 你 哼 好了 你这么呆 万一想着自尽 才穿越过来怎么办 在乎小爷就直说嘛 可不可以不损我 那下次我什么都不说了 好好好 你随便说 不知道师父 是不是已经不在了 真的好感谢他 要不是师父偶然找到我 我怕 现在也见不到你了吧 你碰到他是必然的 魂河恢复的那天晚上 我趁你睡着的时候 去找了那老头 本以为需要大费口舌地说服他 收你做徒弟 没想到 他勘察了你的身体 误以为你是实施仙人转世 我靠 姑且你有预谋的 感情的面前 我也会自私啊 你刚才 那是不是说你喜欢我 我去睡了 不行 姑且快说你喜欢我 晚安 喂 我带你回来 哎 人呢 靠 不是说睡觉了吗 跑哪里去了 啊 姑且 哎 哎 姑且 你 你 你干嘛 我 我还没穿衣服呢 我知道 哎 别拿掉那块布呀 我只是 我只是 比较喜欢用肢体一眼 表达感情 对性愿望 这一次 我不要再下面了 哼 你还剩 两个愿望了 我靠 你耍烂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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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家伙 怎么没气都不喘 啊 是我体力太差了吗 我去打发也的 我在想什么呢 哼 和第一次一样 没什么长进啊 废话 小言 小爱上哪儿 上哪儿链去 你 你是不是有过好多次经验 别乱说 可以继续了吗 我还没同意呢 你慢点 小爷要被你弄死了 少许小爷 我等着你 你以后的明天 我会看到你很幸福 好 关机收工 走才收工了 卧槽 一般你快起来你 你再这样下去 我都没难受了 喂 卧槽 你个早歇的祸 你快起来 哎呀 该是我早歇 害不得干死你 这个小骚伙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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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鬼灵金块广播剧的编剧 尖宗策划 废纸期 你们可以教我 惠子 或者是 卢慧 CV太太们 尤其都 说一下 一拜 一拜小朋友 一拜小朋友 真的很辛苦啊 一个小只呢 在这边 给我闯了 30秒的H 告诉你们 只有30秒 都是后期大人的功劳 只有30秒哦 小CV偏偏嘛 很萌的收音 当时一选音的时候 就被蒙住了 立马果然就选择是他了 然后整个剧本呢 就因为他 就活起来了 啊 还有一点忘说了 一拜是个扎工 就这样 大家好 我是古灵精卦的导演千千 这部武器的长剧 终于要完结了 想想都有一些小不舍呢 在剧组里 认识了一些新的小伙伴 大家在一起玩得很开心 这是我接触过的 速度最快的剧组 从staff到cast都很赞 希望将来 还能有机会 继续合作 出一些其他的作品 剧里还有很多不足 谢谢支持我们的 听众小伙伴们 让我们一起愉快地玩耍吧 最后要说的就是 一百是扎工 差评没商量 大家好 我是古灵精卦爱的 后期临时工 非常感谢剧组的 各位小伙伴们 对我的信任还有支持 我们这部剧呢 在以顺雷不及雅尔道林之 势如破竹的速度 完结的同时 也存在着非常多的 不足和缺点 希望听剧的大家 多多包涵 祝各位听剧愉快 最后 你一败 你就是一个无情的扎工啊 我是古灵精卦的美工 折眼 这是初剧 出得很顺利 导演很不错 是因为汉子都很棒 蒙点高高的 或者能认真 追悉点个赞 作为美工 我觉得 是能够写出这样的文章很棒 全体点个赞 希望以后可以继续合作 你是够闲 我可是一点都不觉得轻松 哼 等我打过你那天 打过再说 我是古灵精怪的宣传 五清一 这部剧终于完结了 好速度呀 有没有 剧组的所有人 全部都点赞 最后一句 一败是扎工 冬会洗来灯不灭 只求日后同背炮 先来 生药与子写老年 大家好 我是史上最讨人闲的 电灯泡旁白瑟瑟 来自玉玉团队 录这个感言时 第五期貌似快出来了 给大家的速度点赞哦 古灵精怪这个剧 一期一期这样做下来 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 编剧慧止期慧子姑娘 不好意思 我那个感冒 嘴比比较重 人很虚心 这个慧子姑娘 还有那个后期姑娘 后期姑娘的ID 老让我觉得 像马甲中的马甲 实在不知道 要怎么称呼比较好 如果由从头开始听 我们这个剧的朋友 一定能感受到 我们在进步 这时候别忘了 来表扬我们呀 最后 当然要特别提及一下 扁扁超赞的字母戏 以及扁扁美丽的歌喉 然后还有跟风排队 说一句 一百是扎功 好了 谢谢 哈喽大家好 我是古灵精怪的CV一夜偏周 我在这部剧中 饰演的是少千成 对于这部剧 我有什么想法 这部剧它是我 完结的第一部长剧 然后它也是我第一部 含有全套八字母的剧 对这个剧的印象 总之就 两个字 很快 因为呢 它从第一期到第四期之间 就花了两个月的时间 对于这种丧心病狂的剧组 那我就想说 能让我多遇到一点就好了 好吧 还有最后一句话 就是一百是扎功 好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剧组 辛苦了 再见 就放松一会儿嘛 随你吧 大家好 我是古灵精怪的 饰演主义公鼓 大家好 我是古灵精怪里 饰演主义公鼓期的 CV一败 这部剧从第一期发布 到现在两个多月时间 共五期 祝福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真的要参与剧 剧组实在太有效率了 作为一个星人CV 这是我的第一部主义长剧 缺点什么的都还很明显 不过还是很感谢 导演千千的耐心调教 小兽艺片周的配合 还有后期大胆的 辛苦做剧 不论是新浪微博上 还是YS上 对我的批评 我都很受用 不管怎么说 还是很感谢 各位通过这个剧 认识我和支持我的 运动们和大胆们 希望以后 继续支持和关注 我是CV一败 我们以后再见了 难得这么轻松的一天 出去逛逛呗 你是够闲 我可是一点都不觉得轻松 等我打过你那天 打过再说 我是古灵精怪里面 给血迹配音的古良舟 古灵精怪也要完结了 说实话还真心非常舍不得 这个剧组是我遇到的剧组里面 最有效率的剧组了 就算是我自己做 也没有这么效率 嗯 来 坚心 舍不得的吧 啊最后 最后我要说一个 剧组里面最大的秘密 那就是 一败它是个扎工啊 它真的是个扎工啊 哎天呐 呃大家好 我是唐促鱼 我在古灵精怪里头 当任CV一职 是第一期的正太 还有第四期的 四姐和第五期的爆化人 啊 相信大家都已经听过 古灵精怪了 这已经是尾声了 是的 这已经是尾声了啊 莫名的好伤感啊 哎 呃 我相信大家都已经听到了对吗 第四期和第五期终于让 观众们不受所托有了 嗯嗯 让人啊 流鼻血冒回千药的身影声 对不对对不对 你们看 古七和少千尘 是多么多么的用功啊 哈哈哈 啊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 啊 希望我们可以再聚到一起 然后呢 出更多更多有趣搞笑的 啊 剧 嗯 就是这样 谢谢 啊 再插一句 嗯 相信大家肯定也希望 我们的鞭策大人 也能啊 不对不对不对 是编剧大人 能出一个番外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大家努力 啊 喜欢古灵精怪的 啊 就在就是听到之后 多多评论 多多留言哦 让我们的编剧大人 然后呢 能出番外哦 嗯 好吧 我也不啰嗦了 就是这样 感谢大家一直对古灵精怪的支持 哎呀小爷烈呀 我又不是那个属性 而且现在正在信头上呢 剑影啊 那你继续吧 我错了 哎 我错了 就放松一会儿嘛 随你吧 左右变好喧嚣 不让小叶子闪耀 顾起你个混蛋 又偷袭我 是你防备太差 难得这么轻松的一天 出去逛逛呗 你是够闲 我可是一点都不觉得轻松 等我打过你那天 打过再说 冬 为喜来灯不灭 只求日后同背炮 复来 闪采 闪来 声要 玉子偕老 零意 咹来的吹鸟 平水既然有趣 一只 逐雕 小鱼過去 舞马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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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里水可好 日子只收风逍遥 今朝过晚 攀明朝 此生无需金鱼泡 君伴左右边好 明月清风 不终引回朝 明月清风